大家好,我是健康管理师李小 50岁以上的朋友们 如果你开始出现腿疼,膝盖疼,走路没劲 大腿抬不起来,髋关节不够灵活 那么就来练习今天的这一个动作 把你的髋,膝,腿全都练好 让你走路都带风 这个练习我们唯一需要做的 就是找一面光滑平整的墙壁 然后我们先扶着这个墙壁站立 踮脚的热身运动 前后踮脚先让你的血液流动起来 好,向前踮脚,向后踮脚 1,2,3,4,5,6,7,8 在踮脚的时候呢 你尽量的把脚后跟抬起来 然后我们踮脚尖的时候 也尽量的把脚尖抬起来 但是注意,我们要把自己的双腿 前后的时候都尽量的伸直 膝盖可以放松一点 微微的弯曲 但是弯曲的程度不要太大 这样呢,你的脚踝虽然会很累 但是它会非常好的促进我们 下肢小腿的血液循环 这样等一下我们在练习的时候呢 你的小腿就会更加的灵活 不会出现僵硬的情况 接下来我们开始正式练习抬腿动作 让你的肌肉能够运动起来 面向墙壁而站 身体距离墙壁大约一臂的距离 双手撑在墙壁上 手臂与肩膀齐平 身体呢,可以微微的向后调整一些 好,接下来先抬起左腿 左腿的膝盖尽量的往上抬 大腿尽量抬到与地面平行 如果初次练习抬不到,抬不高 也没有关系啊,尽量的去做 然后向后伸 向前抬 向后蹬腿 向前抬脚的时候 把你的脚掌 与地面平行 不要勾脚尖 脚掌与地面平行 那向后蹬腿的时候 要把这个脚尖勾起来 使得我们的脚踝尽量的打开 这样呢,我们也做了一个脚踝的身躯运动 另一条腿支撑身体 保持稳定 大家可以看到啊 那我在抬腿蹬腿的过程中 每一个动作的过程中 我这条左腿始终是没有落地的 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 一 二 三 四 来换另外一条腿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大家如果说中间坐得太累了 你可以稍微的把脚尖 点在地上 休息一下 换另一条腿 别看这个动作 看起来很轻松 但是其实呢 它是一个对我们的宽关节 我们的膝盖 脚踝 它包括我们整条腿的一个整体的运动 通常我们在下楼转身以及上下楼梯的时候 或者是你久坐站起来的时候 会出现非常明显的疼痛感 或者是你的膝蓋关节内侧这个关节肩细上面这个位置的隐隐的疼痛感 它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膝关节周围的这个肌肉力量在下降 那么今天我们这个练习呢 它不仅就运动了你的宽关节膝盖脚踝还有腿 那它还运动到了咱们腿上的骨四头肌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你在做动作的时候 你这个肌肉是非常紧绷非常酸痛的 而且呢向后前后踮脚的这个动作啊 咱们练习了咱们的小腿的肌肉 促使了你下肢的血液循环 加速了血液循环 还能够防止小腿的静脉曲张 那我做了这几下之后 我现在是觉得有一股暖流 贯通了我的整个小腿还有膝盖 双腿是非常轻松的 怎么样这个动作是不是很好学 大家坚持做 腿不疼才能让你更好的享受生活 好了那本期的内容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大家 那今天呢就跟大家介绍几个方法 帮助我们缓解膝关节的不适 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 首先我们坐在一张椅子上 双手扶膝 手放在膝盖上 这时候呢我们的手心刚好是 护在膝盖上 用手呢按住膝盖的同时 由内而外进行按揉 由外向内 由内向外按揉36圈 之后再由外向内按揉36圈 以膝关节里面有热感为最好 按揉之后 再用我们拇指的指尖呢 按压住两侧的膝盐 先按揉外吸眼 按揉一分钟 再按揉内吸眼一分钟 吸眼呢也就是我们膝盖下面有两个凹陷 这两个凹陷呢分别是外吸眼和内吸眼 之后呢我们可以用拇指尖 围绕着膝盖骨的周围 找找有没有特别痛的点 在这个压痛点上啊 再进行点按一分钟 点按之后 那我们的这个准备动作就做完了 我们就开始做咱们的抬腿锻炼 首先身体坐直 两手下垂 两脚抬起 绷直 脚背一定要绷直 保持五秒钟 保持五秒钟 放松放下来 好 再绷直 抬起五秒钟 放下来 这个动作呢可以促进血液的回流 那这个高度 我们根据自己的情况去定就可以了 如果您的膝盖特别疼 抬不起来 咱们就轻微的抬起来 把脚尖绷直 那么下一次我们再慢慢的抬高一点 咱们一点一点的往上抬 就可以了 量力而行 这是第一个动作 连续做十次 第二个动作呢 脚尖绷直 还是刚才的这种抬起来 但是抬起来之后 要上下摆动 好轻轻的摆动 上下摆动五次 那然后放下来 休息一下 放松一下双腿 再把双腿抬起来 脚尖绷直 轻轻的上下摆动 做五次左右 好 再放下来 可以连续做五到十组 咱们根据自己的情况 那给自己定一个次数就可以了 我们不要求做的过多 让自己感觉到双腿放松 膝盖能够承受就可以了 好 第三个动作 同样把双腿 自然伸直 然后呢 向外侧摆动 向两侧 分开 好 开合 一开一合为一次 连续做五到十次 好 那么我们再来 把这三个动作连起来 做一下 首先第一个动作是 两脚抬起 绷直五秒钟 放松 回来连续做五到十次 之后呢 脚尖绷直 上下摆动 做五到八次 放下来 第三个动作 双腿伸直 向外侧摆动 双腿开合 好 连续做五到十次 我们在做这个运动的时候啊 这个强度不要一次性的过大 大家也不要着急 每周做三到四次 每次根据自己的情况 做十到二十分钟 那么开头的两个月 我们锻炼强度呢 要低一些 之后逐渐加量 跪在持之以恒 如果您平时缺乏运动 做完之后呢 我们可以 按揉一下小腿 抓揉一下 促进一下血液循环 以免出现抽筋的情况 今天分享一个 养膝盖的筋外齐屑 叫做鹤顶屑 经常敲打这里啊 能够坚持下来的话 膝盖或许会变得越来越强壮 而且呢 走路也能更加的轻松 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学习 养护鹤顶屑 找鹤顶屑 我们可以座位 或者是您养卧位 平躺到床上都行 首先呢 这是我们的膝盖骨 是不是 这是膝关节 膝关节呢 这里呢 膝盖骨也叫病骨 在病骨上缘 正中 正中线上 我们可以摸到啊 有一个凹陷 这里呢 就是鹤顶屑的位置了 左右两边都一样 摸到这个凹陷 您就沿着膝盖骨的中央 往上摸 找到一个凹陷处 这里就是鹤顶屑的位置 鹤顶屑这里啊 它是我们身体活动的时候 走路的时候 相当灵活的一个位置 是不是 经常活动 那正因为它活动比较多 而且呢 这个地方 它又没有很厚的肌肉层 它皮下就是这个膝盖骨 所以呢 这个地方也是特别容易淤堵 容易受寒 容易产生这个风湿关节炎等等的问题 好 找到鹤顶屑的位置之后啊 咱们可以把双手握拳 用自己小指的指关节 握拳之后 小指的指关节 轻轻的敲打在鹤顶屑上 两手同时敲打 50到100次 敲打的时候呢 有一些酸胀的感觉 您在家里坐着看电视的时候 啊 休息的时候 都可以敲一敲 膝盖不舒服的 走路 膝关节疼痛的 都可以敲一敲 每天敲2到3次 每次呢 是50到100次 如果说您的膝关节啊 有这种又冷痛 冷痛酸痛的这种情况 咱们还可以对这个鹤顶屑 进行爱揪 在家里呢 我们可以拿一个爱揪条 或者是您家里常用的 爱揪的小工具啊 都可以 咱们就对准这个鹤顶屑的位置 大概呢 垂直于皮肤 这个10厘米左右 15到10厘米啊 以自己能够感受到 这个膝盖的温热维度 垂直这个位置去 定到这里去爱揪 就可以了 每天呢 左右两腿 各15分钟 每天一次 啊 如果您能坚持的话 咱们这个膝盖的冷痛 一些风湿的问题 咱们通过爱揪 能够让膝盖变得 越来的越舒服 越来越强壮 走路呢 也会 啊 推胶有力 今天呢 就跟大家推荐一个运动员 都用来养护膝盖的动作 叫做静膝马步 它可以符合上面的 三点养护膝盖的要求 下面我们就来一起学习一下这个方法 静膝马步 我们找一面比较平整的墙壁 站到这个墙壁的前面 大约30厘米到50厘米左右 这样的一个距离 然后呢 轻轻地靠在墙壁上 身体向下滑 膝盖弯曲 好 我们先弯曲到30度 就是大腿和这个墙壁啊 成30度 那么两脚分开 与肩同宽 这样向下半蹲 成这样一个 简单的 马步的这样一个姿态 我们中老年人和初开始练习的人呢 没有必要说 一下子就蹲下去 蹲到这样90度的这样一个角度 我们先从30度开始 30度 然后慢慢地增加到45度 慢慢地往下蹲 那么运动员在训练的时候 可能他们是要坚持蹲到这样90度 但是咱们没有必要 咱们根据自己的情况啊 一点一点地去循序渐进的练习 好 我们从30度开始 先坚持三分钟左右 那你可能在做到一分钟的时候 会觉得两个膝盖呀 就开始发酸了 那坚持到两分钟的时候呢 觉得胀胀的 那坚持到三分钟的时候 就觉得热热的 那其实呢 从这个变酸 变胀 变热 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啊 我们的膝盖 整个双腿 其实呢 它的血液循环都是非常好的 而且慢慢地 双腿都是热热的 膝盖的润滑 也在逐步的增加 那么润滑液呢 都会向膝盖这个部位去聚集 好 我们每天呢 这个动作 放在睡觉前做 是最好的 效果最好的 那么大家在初开始做的时候 第一天做完 第二天会觉得 双腿比较酸 我们做完之后 要记得去活动一下双腿的肌肉 可以拍打一下 揉捏一下 进行一下松弛 以免在睡觉的时候啊 发生抽筋的现象 好 第一天30度 我们做三分钟 第二天增加到45度 咱们来做5分钟 那每天去增加 后面呢 如果我们能够保持到每天10分钟 就非常好了 在这个中间 您做30秒左右 觉得受不住了 非常的酸 我们就站起来 休息一下 稍微的 活动一下双腿的肌肉 然后休息半分钟 再开始继续 好了 那今天的内容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